我們很希望走向全世界 所以我很希望可以讓全世界華人 可以了解台灣在做什麼 這也是我所希望的 我們在台灣 女性已經成為企業的一個主力了 我們對華董峰會的誕生非常的興奮 這是我們世華第75個峰會 尤其這個峰會的成員非常非常的特殊 他不是董事長 都是那個企業界裡面的女企業家裡面的翹叔 所以我們世華對於這個華董峰會的成績 大家都非常的喜悅 華董是來自三董 是董事長 董事 董事長夫人 大家都是各具一方的頭兒 所以要這麼多的頭兒在一起 怎麼能夠有一個好的共識 這就非常取決於我們會長 還有大家協調的這個能力了 所以我想這中間呢 從很多的挫折過程 一直到最後呢 我們有一個圓滿的結局 所以這個是對我來說 也是非常開心的一件事 目前我們從這個整個人的遺域當中 因為他的資格要有一定的標準 所以呢我們 讓我們希望這一些對社會上 有一定貢獻跟影響力齊具 那這三董的組合呢 他有相當中的不容易是 這些人原來都是一個領導者 他要學習在被領導 而且讓組織當中更加的擬矩 以開闊的胸襟 擬矩了我們共同的惠子精神 這是一個很不容易 我想這個分會講得很清楚 我們是以利他為傳承 那我想東森剛好佈局全球 我們有東森直銷 還有自然美 還有ET Today 我們很希望走向全世界 所以我很希望可以讓 全世界華人 可以了解台灣在做什麼 這也是我所希望的 台北市後來查起來 我們過去20年 我們台北市 這個補助創業的 這種企業 女性佔20% 然後我們檢查過 我們最近五年新開的公司 有沒有 負責人是女性的 在台北市佔30% 所以台北市表示說 它是一個對女性 企業主蠻友善的環境 那也許另外一方面來講說 我們在台灣 女性已經成為企業的一個主力了 那我們非常樂見 台灣有這麼優質 有在這個工商企業界 能夠頂天立地的女性 創造這樣一個優質的分會 那最重要的是 我們的市華 不管是分會或總會 向來做公益都不贏於利 那我們相信未來 這個剛剛創立的華董 也必然會帶著他們最強的能量 到全國甚至到全球 去做最好的一個公益愛心的活動 也替台灣爭取最多的曝光度 來行銷台灣 那麼喬委會站在一個 樂觀其成輔導的立場 6位 6位 8位 9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